当地时间2月23日,日本德仁天皇庆祝了自己64岁的生日,在生日记者招待会上,德仁再次公布了她和雅子皇后的独生女爱子公主,将在今年大学毕业之后直接进入职场的消息。 从今年4月1日开始,爱子公主将入职日本红十字会,成为一名带新的兼职员工。 一边工作,一边正式开始履行皇室公务,在记者会上,德仁对爱子寄予厚望,我希望爱子从今年4月开始作为JLCS的一员,继续努力帮助更多的人,虽然进入社会可能会遇到困难,我希望她能够克服困难,成长为社会的一员,爱子去红十字会工作的消息。 上个月已经被宫内厅宣布过一轮,这次算是正式确定了,其实最初,爱子大学毕业后的发展方向是出国留学,由于疫情持续三年,直到去年初,在大学院上学的爱子还没有独立做过皇室公务,公开活动露面都是和父母一起,因为父母亲都有留学经历。 爱子公主高中时期也曾在英国一顿工学参加了十长一周的假期夏令营,自己也很向往留学,再加上读研也能弥补疫情期间失去的本科校园时光,所以爱子一直在为出国念书做准备,而且邱小公家的两个女儿,也就是她的两位堂姐,都去了英国留学读研,爱子毕业后出国留学进修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计划突变,宫内厅传出消息。 爱子打算取消出国留学,据说是因为通货膨胀和日元疲软,爱子不想花费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担心引起民众不满。 消息传出后,这一节俭的举动正好和刚花了几十亿日元装修费的邱小公形成鲜明对比,让日本民众更联系爱子,对邱小公怨声更大,人气本就高得爱子口碑更上一层。 再看邱小公这边,目前的组成成员是得人的弟弟文人,弟弟妻子及子妃, 一直在出公务的女儿家子公主,以及这一辈唯一的男丁,根据现有法律拥有皇位继承资格的儿子幽人,还有一位真子公主,已经出嫁算是离开皇室了, 但他们全家的口碑都差到有些离谱,除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文人夫妇,和负面新闻缠身的小事归,结婚离开的真子,家子公主, 目前有自己的单独居所,每天往返父母居所用餐,为了免去一天两次出门打扮的繁琐,专门斥聚资修了一条家子专用通道,又花一大笔。 小儿子幽人,则因为学习能力和精神状态,惹民众质疑,幽人作为未来天皇人选。 没有照旧例就读皇室专用贵族校学校院,而是一路考取名校,目标直冲东京大学,表面看似天才学审,但其实还是靠的爸妈,她之所以能进玉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小学。 初中,因为吉子妃是学术振兴委员会研究员,子女能优先入学。 后来进祝波大学附属高中,也是因为和玉茶水女子大学的合作校制度,入学考都没参加。 2021年,幽人获得中小学作文大赛二等奖,作文被发现是抄袭来的。 2022年,日媒爆料幽人的其中成绩,数学物理干脆考了灵旦,吉子妃还强行解释说考试太难,成绩垫底的是全网疯传。 去年底,她发表了一篇关于蜻蜓生态的论文和宫内厅职员,国立科学博物馆研究员共同发表,她小小年纪居然获得第一作者,论文评价虽高,但究竟多少是17岁幽人亲笔写下的研究成果? 未知,这件事还遭到日媒和民众的狠狠嘲笑,今年幽人升入高中三年级,面临升学,吉子妃一直努力创造条件,想把她塞进东京大学, 希望幽人成为第一位从东京大学毕业的天皇,但据说她的水平很难挤进全是天才人物的东大,在学校也因为成绩差被人取笑,没有朋友,很想转学,但被吉子妃无视,这几年肉眼可见的都没啥精气神,日本民众非常质疑幽人能否胜任天皇。 在国际活动上代表日本的形象,反观艾子,实打实的学霸,成绩一流,初中时成绩单上每一颗都是5,汉字测试基本都能拿满分,在学校名列前茅,东京大学都曾在她的选择范围之内,一次民意调查中,幽人的支持率只有10%,艾子的支持率高达76%。 今年1月初,40岁还高龄产子,一向战斗力旺盛的吉子妃,传出健康亮红灯的消息,说是吉子妃从去年底就身体欠家,有严重的胃肠道症状,严重道吃不下饭,年初的手语活动,生下幽人之后一直是公务全勤的吉子妃,竟然请假缺席。 其他一些活动时间也缩短了,1月10日,公内厅宣布了吉子妃的检查结果,为内窥镜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导致她患病的异常,并因未知,反而引起民众更多的议论声,以及对吉子妃健康状况的猜测,媒体甚至报道,吉子妃的胃肠道并是精神压力导致的,可能就是操心忧人的声学问题生病,也有传释她担忧爱子的高人气。 长期心理压力过大,宫斗伤身,这下,邱小宫战斗力下降,口碑又翻车,两宫形势逆转,于是就有日媒猜测,如今爱子留在国内,既可以学习熟悉皇室公务,同时积累民众口碑,可能是皇位继承Plan B。 2月9日,爱子公主出席肯尼亚总统夫妇招待的宫廷午宴,第一次参加招待外国客人的官方活动。 邱小宫亲王和吉子妃本来也预定出席,但吉子妃因健康状况不佳又请假了。 据说会场上,爱子公主表现极佳,曾多次用肯尼亚官方语向总统夫妇致意,优雅,智慧,落落大方,宫内记者都惊讶了,仿佛天生就是外交的料。 而且,红室自会名誉总裁是皇后衙子,爱子的职场生活有亲妈照着,这样和姑姑亲子公主嫁人前的生活模式差不多。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为皇室服务,既补贴皇室人手紧缺,还提升民众好感度。 另外,宫内厅确实在爱子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已经在为她相看对象了,相亲候选人还是就皇族男性。 同时,他们也在考虑修改皇室法,让公主婚后仍保留皇室身份,这样爱子生下男孩,可能也有资格继承皇位。 所以,随着爱子留日的消息传开,这一代的皇位,究竟花落谁家,日益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我们拭目以待吧。 而前几日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加护病房里,日本皇室最为尊贵的成员之一,三立功百合子妃,因身体不是紧急就医,被确诊为轻微脑梗塞和吸露性肺炎。 现年百岁的她,不仅是皇室中年纪最长的成员,也是在历史长河中令人敬仰的女性。 据日本媒体综合报道,宫内厅透露,百合子妃在前一天感觉身体异常,出现了轻度脱水的迹象。 随后,在第二天下午,她被紧急送往位于东京中央区的圣路加国际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医生发现,她的右半身无法自由移动,伴随着咳嗽多痰的症状,最终诊断为轻度脑梗塞和吸露性肺炎,随即被安排入院治疗。 宫内厅表示,百合子妃目前在家户病房接受治疗,尽管状况稳定,且意识清醒能够与人交流,但仍未能进食,只能依靠静脉低筑维持,她于去年7月成功战胜了新冠病毒。 上个月的定期渐渐中,也未发现一场百合子妃,原名高牧百合子,出生于1923年,出生于历史悠久的高牧家族,曾侍奉过日本历史上的三位杰出将军。 她的婚姻与重任亲王2016年去世,享年100岁结合,不仅是皇室联姻的美坛,也让她成为了明治时代以来年纪最大的女性皇室成员,以及现今存活的最高龄皇族成员。 在今年6月,她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宫内厅曾透露,为了保持健康,她坚持每天进行15分钟的运动,并在天气晴朗时乘坐轮椅出门,享受自然风光。 在最新的日本皇室成员图谱中,99岁的百合子殿下是昭和天皇那一代仅存的皇族成员,她的辈分,甚至高于88岁的上皇名人,是现任天皇得人的叔祖母。 2016年,与百合子相伴长达75年的崇人,因心脏衰竭轰逝,享松瘦一百,百合子也因此成为三立公家的当主。 虽然宽人亲王妃信子,及其女儿彬子女王和瑶子女王,现任亲王妃九子,及其女儿成子女王仍在皇室与百合子相伴,但他们也无法时时刻刻陪在百合子身旁,而百合子为日本皇室贡献了于80年人生,更看遍了皇室的发展,成为宫中的传奇性人物。 如今的百合子,独居深宫,静静地等候最后的时间来临,正如那句古诗描述的白发宫女在,贤作书玄宗。